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接下来看他的一些东西是因为这个人是因为这个陈南青啊那陈南青跟沐昕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这么一种关系你能记得你第一次他让你经验是的相识是什么样吗我们都在1982年出国我是我是年初他是夏天然后我们在个地铁上遇到了啊地铁上遇到跟他在一块 有个有个我认识的一个上海画家就说这里又来了一位上上海来的就那么握我手哎这个当时他五十五六岁比我现在还年轻哎我我三十出头吧这样子啊但是后来并没有来往没有但是到了1983年初我忽然看到当地的华侨日报上开始发表他的小小说和散文 嗯我看了两篇嗯我看了两篇我就立刻的打电话给他我很惊讶就有人是这么这么在写作你想当时中国的新闻学刚开始也是八二八三年就新作家都出来大地哎就我就我同辈的那样啊我一看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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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的人在写哎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当然蛮高兴 他就过来跟我聊天从此几乎每天见面啊就一天到晚神聊哎大家都没事嘛哎一天到晚神聊呃我最不明白的就是他把我当成好像跟他程度一样的哎他不管的他不管你懂不懂或者你读不读过他就开始聊后来我想其实他他又有个人听他讲实际上我根本不是他对手啊 就聊聊聊们这样我就慢慢带带带带带带带其他人去这样就有了一个长达五年的在纽约跟一帮中国画家讲这个世界文学史不不不不在讲世界文学史之前差不多已经有五年就大家经常跟他玩哎就是说是烧点饭过来大家聊就像刚才这照片里一样哎这只桌子不够就放在地上 什么都聊了问题是他聊文学上课他其实什么都谈哎谈青春人生恋爱性啊这个吸毒啊这个当然文革政治什么都讲哎真是哎我觉得他这个人啊特别你像我们交往这个朋友当中啊过去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有一种呃呃 气氛就是你这个人呢会聊天嗯或者说老能给大家一起发或者啊你聊天聊得最好慢慢的你就有凝聚力嗯或者你学问就大让我们佩服于是大家呢有意无意的向你靠拢嗯哎老爱跟你聊天到最后简直就发生了一种就说你给我们上个课吧嗯于是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我说咱们这个有心人家有情人的陈丹青能做这样的这个笔记 做这样的笔记嗯这是陈丹青听的这个好像是宋词那一课讲宋词的嗯啊你再看这是陈丹青的五个笔记本嗯啊这个是呃沐昕的遗物对遗物你看这个老绅士啊嗯我看这个遗物我想起啊我们在台北那个胡适的那个博物馆里看他的胡适的那些遗物一看就像个老绅士的派头嗯而且现在这几个笔记本呢整理出来这个文学回忆录 沐昕讲述嗯嗯我刚才跟他讲啊他呢一例介绍这个沐昕在国内引起很多议论嗯其实沐昕先出了几本他的诗集不是诗集就散文和小说集呃一种随笔吧嗯是吧到后来才出诗集对我是觉得啊看到这个文学回忆录之后啊就是所谓给他们讲课的这个记录以后啊嗯其实比沐昕出的那几本集子啊更容易让大家 对了解沐昕而且也更容易让大家能够约略懂得就陈丹青为什么对沐昕有那么大的感情像徐老师说因为他的推荐现在沐昕在学术界也成了一个议论的话题是吗对有一次开会嗯那个人大的文学院长孙玉嗯他有一个关于沐昕的一个研究嗯然后他比较推崇的嗯但是我和另外一个很尊敬的学者洪子成 北大的教授嗯他就呃很直率的说他不太喜欢沐昕的这个文风嗯啊他们呃我觉得他大概的意思是觉得他这个文字有点做嗯啊就是有点人为的这个他是哪个年龄层的呃洪子成应该也是这个年龄层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是差不多中国最好的嗯而且学问也是也是非常好的嗯我想呃呃呃 他们争论的时候我还没有好好读过他的作品嗯我其实现在也没有好好读过嗯但从看他这个回忆录我觉得呢这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呢北方的学者呢强调宁众嗯那南方的学者呢灵动嗯比方说他这个路史沐昕这个路书啊上街失之纯嗯下面你看他现在喜欢他的都是几个上海作家陈村啊孙甘露啊 嗯都非常喜欢包括丹青啊嗯什么什么就这个海派跟金派的呃这个趣味上呢也有一定的关系你觉得有关系吗哎包括这个路数呃呃呃有我觉得个人觉得有一定的关系当然我没有足够的发言权我没有全部读过他的作品嗯你怎么看海派金派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背景我倒是觉得可能跟这六十年的一个 这个意识形态也好一个阅读趣味也好包括阅读断层都都有原因嗯都有原因所以我就对这个穆辛他这个人呢他能在讲课你看我可以给大家看看啊他讲他们讲课讲了些什么也就是说在那五年他们这些中国以中国画家为主啊在你看这个我们可以看看啊我随便列几个目录这希腊罗马神话这是八九年元月二十九号 在伯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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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这穆辛在这个跟他们讲课当中 有这样一些个言辞 说他小的时候啊 听有这个听说书的那种传统 不是这句话是水浒里来的 是施奈安写的 施奈安说风雪月 听我说书者五六人 英语七八人 风和日历十人 我读众人听都高兴别无他想 我幼时读穆辛说 我小时候读到大喜 不想到后来我在纽约讲课 也是这个样子 他说这种生活的基调 前见古人后见来者 就是所谓教养 教养何来是艺术教养出来的 艺术和生活是这样的关系 不相扰 但艺术教养可以提高生活 文革之中死不得活不成 怎能活下来呢 想到艺术的教养 为了不辜负这些教养活下去 而且他的这种当时的这种 这种怎么说呢 这个这个这个讲讲话的这个 英容笑貌啊 听课的人 这个是我写的 你得说 对这是这是丹青写的 听课的人都是画家 这个没有谁迹象表明 谁对文学是专业啊 他说但是呢 沐昕讲课的时候 完全不在乎这些 他也不问学历身份 对着这些不相干的脸 他只顾性味油然的讲 其壮貌活像谈论什么好吃透顶的菜肴 我猜他不会天真到以为众生的程度跟他相当 但他好像相信每个人果然像他一样 挚爱文学 这照香港人讲话呀 这是个文学的发烧友 他就是完全在这个里面 然后沐昕讲课没有腔调 不像是讲课 就像聊天 他的聊天清晰凭证 有如讲课 他语速平缓 从不高声说话 说极要紧的意思 略微加重的语气 如宣读早经写旧的文具 然后你看这丹青写下的 他录入这些笔记的这半年 本能的我在职业间听到他低雅苍老的嗓音 不止十次 我记得他在某句话 戛然停顿 拧着老人的表情 好几秒钟呆呆看着我们 这时我知道他动了感情 竭力克制着 等自己平息 我觉得你在介绍他的过程中 好像你也经常动了感情 这个而且我看了他的东西之后 我隐隐发现 我看到了他对你的影响 就包括有些说话的方式 有甚至思维的这个角度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能够理解 你为什么一直在感念他 确实能看出那种影响 本来这是我私人的一件事情 我只是希望他的著作能出版 然后做成了 做成以后虽然当然有不少误解议论 这都没事 主要是我没想到他有这么多年轻读者 就去年他去世以后 那我觉得我就得做这件事情 年轻人眼巴巴就很想读到 你们20年前听他这个上课多高兴 我们也想看到 就这一年 我今年做了这件事情 要不然这还是我私人的事情 咱们广告之后 还可以看看这个穆辛 他母亲的照片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传承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零污染岛国新西兰 发生逾奇事件 特级汝牛慕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咱们可以看看照片 为什么要看他母亲的这个照片 单清你来说一说 他这样穆辛在跟我交往 二三十年当 不断的会提到他的母亲 他这次文学课里 我才注意到 就是他小时候乘凉的时候 母亲教他背什么 背义经的挂 义经的口诀 然后他说在抗战逃难的时候 他母亲跟他讲杜甫的诗 就是我年纪小听 母亲讲了才觉得好 此外他有很多 关于他母亲的回忆 他母亲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 也不是一个大学教授 他是什么家庭背景 他就是一个地主和富商的家庭 他父亲是在上海有生意的 但是非常早就过世了 穆辛先生是七岁丧父 然后又过了几年 他的小姐姐又去世 然后五十年代 他第一次入狱 冤狱 很快频繁 半年以后出来 他母亲急死了 已经去世了 才五十来岁 不到六十岁 但是他一生一直讲起他的母亲 那我这次重新录入这些稿子 因为太久没看了 我才发现 原来他小时候的阅读 他对文学的认识 就跟这位母亲很有关系 你想 穆辛从来没有听过文学史 他差不多也没怎么上过高中 后来就去上海美专去了 就照今天的教育来说 他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 家里当然有私塾 那个时候 所以我说这本书 在他讲文学史 他的观点之外 我觉得他透露很多讯息 就一个就是民国时代的阅读史 你比方他里面提到 他十四岁之后 跟一个十五岁的湖州女孩 保持五年的通信 两个人谈新旧约的文学性 哪一个更厉害 你不能想这样的事情 当时是几几年 四十年代初 就是抗战期间 抗战 书本网恋 后来见面了就失望了 你今天不能想象 浙江一个小镇 江苏一个小镇 或者二线城市 咱们叫 有十四五岁的孩子 在长期通信 谈圣经 从中想象的事情 此外我很有兴趣听到 他就说 他给我们讲七侠五义 讲牡丹亭 讲三国志 讲水浒 讲金平梅这些 他说当时家里的下人 就用人 都看过 吃了饭 一天到晚就讲这些 薛人贵东征 什么杨家将 狄青 这些 所以他说 我实际上赶上一个民间社会的尾巴 现在怀念起来 就非常珍贵 再也回不来了 那也就是说 你不然仅仅小小一个乌镇 当时有二十多户 咱们叫做大户人家 那都有用人 普庸的这个阶层 没事就在念这些东西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很有意思 现代文学很多作家 都是早年上父 然后呢 启蒙的都是母亲 鲁迅 约达夫 甚至 八斤 八斤 父亲去世的最早的是老舍 两岁 八国联军 这个首位 然后呢 他除了个母亲教他以外 用人都对他 至关重要的影响 包括张爱玲 你看看湖南城 回忆 你看鲁迅回忆 所以那个沐昕的说法 母亲代表着庙堂的 官方的文学 对 用人代表着民间的文学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两者的关系 这就构成了他的整个文化背景 所有这些中国文化的基本秩序 到了六七十年代是完全 当然 所以你知道 这个就是余英石讲的中国文化的彻底的改变 在这地方 以前的这一套秩序 我们这一代人就完全没了 我现在都说实在都不是很有把握 就是今天的这个年轻人 或者说电子时代 今天的这个社会潮流 还能不能理解 就是我们的这一种爱好 一切的文学艺术 如果有这么一个先生 他很会讲 而且讲的就是这个特别有趣 活色生香 就像枪枪三言行一样 他能讲的跑停跑不停 一会跑到那 一会跑到那 我觉得他这个人对我像磁铁一样有吸引力 但是我现在有时候会觉得 哎呀 今天的人是不是很难理解 这种爱好 好这个东西 很多人看枪枪 听丹青聊天 不也就是这个吗 你要想想 丹青他现在在中国文化界 他的这个起的作用 其实客观上 不是我不讲你主观怎么样 客观上 就是在弥补我们正统的学院教育的很多弊饼 有很多人对对于这个他的兴趣 其实是因为对于学院的很多东西太城市化 太功利化的一个一个反应 你说到要害的地方 就是据我私下里跟他聊啊 你包括他当年对中国教育体制大放厥词啊 那么样的 不要不要谈我 我我我倒是这样想 就这里面有一个传播时代的差异 就我们今天活在一个电子传播时代 我们有电视 我有手机 有电脑 所以我们今天当然还是有很多书迷 爱读小说 爱读纸本书 但是这真的是一个 是一个正在消失中的一个一个一个语境 可是沐昕的代人 我整个抄下来以后 我发现他对文学的挚爱 一个是他本人 他真的爱艺术爱文学 再有一个他还是活在一个印刷时代 他有点介于15世纪到19世纪 欧洲人对对书的热爱 我们赶上一点点尾巴 就是我们50后人在60年代 什么娱乐都没有的 尤其是那个年代 电视是什么什么 今天能看到什么书都看 只有一本书 破破烂烂的书 所以对书这种前进这种贪婪 同时这种下载能力 就是记忆力 沐昕大量的是靠记忆的 对 他有一个底本 但是他大量就是靠记忆 靠记忆 这个记忆我相信就是15到19世纪印刷术时代的人 才会有 他在生理上会改变的代人 现在电子传媒时代又在生理上改变 现在这代人 他下载 他感兴趣 他会有亮点 跟那个年代人真的不一样 而且我当然我没有资格去说 就是说沐昕讲的水平有多高 这个我也不了解 但是我是觉得这种方式好有意思 就是说跟学校里老师讲课 那么不同 你像这种方式就是论语 孔子跟他的那些学生们 就是在一块枪枪三人行 就是聊 甚至跟着老师出去玩 所以甚至弟子也可以调侃老师 这是好像没有什么太强的这种尊卑 而且甚至像到后来说是 你说释迦牟尼 就是聊天 找个森林 找个草地 大家这么一做 就这么聊 从学院的角度来讲 钱宗书 你看他的书 就像到博物馆 就是眼花缭乱 但是要靠你自己的选择 沐昕这种讲学的方法 包括我自己的老师 钱古荣教授也是这样的 他不系统跟你讲很多东西 但他读过很多很多东西 你问 问上去 他就只言片语的给你点拨 我的一个比喻呢 就像音乐会 那音乐会是什么意思 就从头到尾你听得很有意思 但是你要是没有悟性的 你什么都得不到 你要得到了呢 你就欣喜若狂 但他音乐会 但是大部分今天大学的讲课 是买东西 就是说 我不是贬义的 我不是贬义的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我 负了一定的时间 负了一定的精力 我实实在在拿到一个东西回家 跟我的智力天才水平差别不那么大 总之我不管所有的人都能拿到一点东西 这个是现在做学问的主流道路 他们那个是一个艺术 甚至是说是一个支流吧 是一个支流吧 但是我就喜欢这个邪门外道的 将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的那个老师 当然不能 要用开米蔬果清洗剂 开米蔬果清洗剂 是餐桌上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 开米蔬果清洗剂 安全更健康 其实有些人叫这个汁 就是说 他讲这个希腊史诗 他讲的有根据吗 对吧 他这个观点对不对 我跟你说 我作为听的人呢 我完全不在乎 一点都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你要真知道希腊神话 你去读希腊神话就是了 对 那这里还有一个情境合约的关系 你们是一帮画家 听他讲文学史 你是做电视的人 听一个人讲文化 你可以不在乎 他讲的东西的科学性 只要有趣对你有取发就行 但是大学的研究生 要是我读西方美学史 你纯粹讲个人观点的话 我偶然听一次可以 我要从头听到尾的话 我到时候我这个怎么怎么混饭吃啊 你明白我的这个意思 我明白 所以学院他另有一套contract的规定 另外一种做学问也不是说 我在美国听过一种课 Peter Anderson 讲中国的那个这个状元 就是那个科举制度 他那个课叫什么程度 你上完了一个学期了 你全做了笔记了 明年你可以开这门课了 就到这个地步 科学性而且非常深入 而且又非常完成 你不得不也佩服他 那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学问 所以我觉得多元化吧 你别否了另外一种啊 是那没否 你比如说我给你引用一下 像这个沐昕他讲的 有些很有趣啊 他说我有一个新的论点 现代艺术中好多好多 是含有尼采的酒神精神的 但是严重异化了酒神精神 你看滚石乐队 黑人跳舞 歌星疯狂表演等等 我都很喜欢 你懂的话 边看你就边能知道 哪些是酒神精神 哪些是酒瓶精神 哪些是酒鬼精神 说你看迈克尔杰克逊 他跳起舞来 有些动作非常的酒神精神 可是弄一弄 又去摸下身 就吓流起来 他这种聊天啊 我是觉得这个语境啊 就是在这个语言环境里 一个人啊 他能够纵横往来 问题是那段话讲完以后 他又有一段话 他说如果尼采在旁边 我会问他 这个像不像你说的酒神精神 他尼采会点点头 然后这好像并不就是你说的酒神精神 他尼采也会点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灌文明喜事度 他有一种个人的这种性情啊 灵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